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來自6A班的楊家俊 我是來自4A班的李沛恩 我是來自5A班的紀佩琦 我是來自5A班的黎珊珊 3月27至28號 我們一眾40位同學 在老師的大領之下乘搭高鐵前往廣州 中國高鐵的速度真是令我們驚訝 只需要一個小時就到達了目的地 是啊 今次是我們第一次乘搭高鐵出行 平時我們去廣州 起碼要周居羅頓至少3小時以上 還有可能塞車 高鐵的發展真是大大自省了我們出行的時間 以後我去內地探餐 我都會可以乘搭高鐵 到達了廣州之後 隨即我們就開始了豐富而充實的行程 我們去了很多不同具中國特色的景點 例如佛山市的南風古造 佛山祖廟 廣州的粵劇藝術博物館 和廣東省博物館新館 對了 你們最喜歡的景點是哪裏 我印象最深刻的景點就是南風古造 讓我先介紹一下 南風古造主要分為 廣東省石灣陶瓷博物館 石灣公仔街 和樹立在門口兩條用來消制陶瓷的造 我們在導遊的介紹之下 得知以前古人是怎樣去消制陶瓷 原來消制陶瓷是一件很考驗手藝的工作來的 一件精美的陶瓷 要經過複雜的工作才可以完成 我們看到這麼多造工精節的陶瓷 真是要多得這班工匠 他們真是好厲害 離開之前 我們還有機會買到陶瓷紀念品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陶瓷是我們中國一大特色的工藝品 但是廣到廣州 值得一提及著我們的粵劇文化 今次的旅程裏面 我們很幸運可以參觀到 建築風格古色古香的粵劇藝術博物館 了解到粵劇的特色 粵劇有南國紅豆的美語 博物館富有領南圓林的特色 其中還採用了三雕二素的傳統工藝 這個博物館連到門都政治過其他 真是令人目不暇級 我還記得在這裡 我們更加有機會利用 AI人工智能技術 體驗著想不同 小新花旦的氣服 很有趣的 不過我們的行程 除了參觀博物館之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你猜猜是嗎 我知道 一定是佛山總裏的聖師表現 兩隻武師翻著關斗 爬到高高的木樓上面 看到我膽戰心驚 好愛的武師更主動走向我們 給我們摸了他們的獅頭和獅尾 予以有頭有尾 導遊都向我們介紹過 這個聖師隊還拿過世界冠軍 表演這麼精彩 相信他們都花了不少時間 刻苦訓練 真是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兩天的行程很快就來到美城 但是我們回香港之前 還有最後一個行程 就是廣東省博物館新館 千萬不要漏掉 當然 在這兩天的旅程裏面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廣東省博物館 廣東省博物館的外形 好像一個月光寶俠 周圍還有一片草地 但有豐富的嶺南建築特色 在博物館裏面 有淋淋種種各式各人的歷史文物 例如玉製品、木雕製品等 令人讚好不絕 在博物館的旁邊 還有著名的廣州塔 宏偉的建築坡 真是令人讚嘆 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里路 這次的學習團 令我們有機會 親身體現和了解到 我們國家不同方面的文化特色 總比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更加深刻 除此之外 兩日的行程亦令我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不用家人幫忙都可以自己梳洗 不用家人提醒都可以懂得早睡早起 還會保持關閑的飲食 雖然只有兩日 但我都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 學校其實提供很多內地或者海外的學習機會 同學們記得要密切留意eClass通告 和學校最新消息 記得follow學校的Facebook和IG 我們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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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called out B恥 對 r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